一套电视剧收不收得 有时真的好看运气的 好像韩星李栋旭一样 虽然去年接连和人气女星李多海 新世景合作 但两套剧收视都不一样 还令到他在社交网站上宣布 要收起自己休息一段时间 搞到一班粉丝都不知道多么担心 幸好最近他又出回来拍剧了 还有机会和02年一起拍过剧的 郑丽媛再到合作 十年约见到很高兴 很高兴 是的 那时候我也是一个舞台 本身的舞台 还有思维修亚 是爱显比赛队的演唱会 与选择 没有任何事 都非常相当地表现的 都会適阻生的 这一年转月经常会遇到 那时候 人生的表现 应该是非常幸福 还有 我们在这一代表演出 两三年代 这次除了重遇郑丽媛这个旧拍档 新剧还有男性李中黑 以及和李洞玉一起出演过 众艺节目的陪中玉参演 有这么多好戏之人帮助 相信都令李洞玉放心不少了 拍摄的时候还似乎挺开心的 17年之间是过了 17年之间剧拍摄 第一次拍摄的时候 第一次拍摄的一个很好的角色 初拍摄的体制是初拍摄的 啊 그래요? 最后拍摄的时候 第一次拍摄的参与 接着是最多的角色 也有趣的角色 拍摄和带户之间的电影 有些民众的角色 是既然不居存在的 雖然是100%的,但95%以上是最精彩的 女主角鄭麗媛今次是演繹一個有八年經驗的電台製作人 為了完美演繹這個角色 她都花了不少時間去實地考察 到美演繹的新作曲 第一位做好的主演 不會是真的 我喜歡那些動作 對場景上,氣味和風景上 三位置拿來 我要知道,我在拍攝的時候 這種風景上我喜歡 我心想說過 很有趣,很有趣,很有趣,很有趣